这是一台1000元装出来的游戏主机 虽然看起来像是个玩4399都卡的老鼻灯 但其实它不仅可以2K分辨率下畅玩路啊路 吃鸡 永结无剑 甚至还能2K大战荒野大佩克2和赛博朋克2077 大家好 我是嘎啦嘎啦咕嚕嘎啦嘎啦 欢迎收看人人有机用正传第五期 上一期节目发布两周后共收入1211元 扣税后共提现968.8 这些钱也就是本期节目的装机抽奖预算 本期节目为了极致的游戏表现 准备把一大半的预算都投在显卡上 版U在不给显卡拖后腿的前级下尽量选便宜的 所以CPU就选了这款目前17块还包邮的152640v3 这个U产用Haswell架构22nm制程 有8个核心16个线程以及20兆大三缓 TDP为90W 积雪后可以保持全核3.4G 用17块给女生买一杯奶茶你什么都得不到 但是你花17块买152640v3 你却能获得一颗永远对你不离不弃的 8核16线程CPU-C单核376 多核3729的CPU 可以说在20块钱以内 152640v3这颗U真正做到了同阶无敌越境乏上 就算结合主板一起看 目前魔宝上的各种全新带质宝的X99载版 一般200左右就能拿下 搭配17块的152640v3版U加一起也就200出头 性价比依然爆棚 当然 患有洋垃圾恐惧症 只能接受正经平台的小伙伴 也可以选择目前已经将来到200出头的R52600 搭配最便宜的A320主板 版U加一起360左右 虽然有点小贵 但人家毕竟是老AMD正农志气出身 要价贵一点也正常 比起隔壁600一颗的四核八线程的I77700 老锐龙这身价已经算体恤明晴了 本期节目开始制作之前 我也有过上2600 3100 3500X等锐龙的想法 但是仔细一算 版U价格来到3400的话 显卡就得降两个档 权衡逆币还是选择了更便宜的152640v3 配X99载版的组合 而且152640v3虽然看起来单核性能雷弱 但是即使是在比较吃单核性能的 露阿露登网游中 152640v3凭借着20兆的大三环 依旧能够做到和默频R52600评分秋色 甚至还绿油领先 至于曾经使用X99平台的最大门槛 及鸡血BIOS的制作 B站上的详细教程也不少 甚至还有UP组弄出了傻瓜式提取BIOS 制作鸡血再刷入BIOS的软件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随便看看就能学会 另外一开始我还考虑过前段时间卖55的152643v3 虽然它只有6个核心 但是3G缓存和8核的152640v3一样 都是20兆 频率也比2640v3更高 鸡血后能跑到全核3.7 更加适合打游戏 但是前两天上博宝一看 这玩意儿从55直接涨到了90块 这种短期内的大幅度提价 我是不能接受的 纯纯恶心人 说回这颗152640v3 我给它搭配的主板是一块二手X99再版 某余价格170元左右 主板加CPU一起还不到200块 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逆天 但是毕竟X99再版这东西 全新和二手差价不大 为了避免翻车 我还是更推荐大家直接上魔宝买全新 另外我这块板子还支持四通道内存 所以我也是花了93块2 买了四根DDR4 24004G内存给它插满 当然 受限于CPU 这四根内存在这套平台上只能跑到1866 不过在四通道的加持下 这四根1866内存的读写性能 也是丝毫不弱于主流平台双通道3200 相比起同平台双8G 四通道4G的读写性能更是接近翻倍 不过四通道内存对于打游戏来说 除了吃鸡 永结无键等极少数几个游戏外 和双通道玩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再加上X99D4再版的内存兼容性其实也不怎么样 而且差的内存越多 出现不兼容的概率还越高 所以就算只买双8G组双通道16G 也是合理且正确的选择 另外根据我80年捡拉机的丰富经验 X99再版对2400频率的内存兼容性最好 2133 2666频率的买回来十根的又五根点不亮 这也是我买2400频率 而不买更便宜的2133频率内存的原因 因为本期使用的CPU功耗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就上魔宝花22.8买了个拆机二手四热管塔斯风能 卖家给发了个老款玄冰400 这玩意儿压90瓦的152640V3是完全够用的 固态硬盘用的是我在拼头多上花67.9买的反储256G 问卖家用的是什么主控和颗粒回复我随机发货 也是名字都告诉你的叫反储 翻译过来就是反储 吃进去吐出来吃第二遍是反储 那用过的颗粒翻新再用就是反储 只能说这厂家还挺实诚的 反正不到70块凑合能用就行 因为固态一盘买的比较小功德箱里的机械盘又比较多 刚好搞两个出来用用 这里是拿了两个细节的500G机械盘 分别由B站活佛斯坦都抛瓦和刘慧慧捐赠 一块装欧美一块装日本刚刚好 别想歪我说的是游戏 然后是重头戏显卡 我花568买的这张5600XD 本来买的是双风扇的银通大地之神 但是卖家却给我发了个三风扇的蓝宝石白金ProOC 这波小赚 在5600元这个价位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卡的 毕竟和它同价位的GTX1660性能不如它 性能差不多的GTX1070Ti和RTX2060价格又贵出一大截 大家反正都下过矿 谁也不比谁高贵 那我肯定选性价比更高的5600XT 这张卡在1080P下基本能做到高画质通吃 2K也有一战之力 功耗也不怎么高 满载仅为150W和2060差不多 经过简单测试 这张5600XTTime Spy得分7686 3DMark压力测试更是以99.7%的高分通过 只能说这锻炼过的卡身体数字就是好 因为本期使用的CPU和显卡功耗都不算很高 所以我就上拼多多随便画85 买了个二手HKC泰坦500 额定500W 单独震12V输出420W 但今天这个配置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出厂的机箱更是重量级 这战损的橙色 乌七抹黑的外观 再加上满身的灰尘 以及不能走背线和店员上市的设计 每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它是个 像这种倒闭灯铁皮机箱 一般线下电脑店10块钱就能买到 如果老板不愿意10块钱卖给你 你就直接报我的名字 当然前提是你得练队 我就是因为名字没练队 所以没买到 只能在功德箱里摸一个出来用 这个酷冷至尊老逼灯ATX机箱 由KLEAV1捐赠 随机箱一起捐赠的 还有一个N节12厘米风扇 另外这机箱还带一个华硕光驱 虽然光驱放现在几乎没什么用了 但是这个华硕logo 对整体气质的提升却是实打实的 装机前我们先给它清洁一下 如果只是表面有点浮灰 我们可以用猫来进行简单擦拭 没有猫的同学也可以用毛巾代替 效果不会差很多 但是这个机箱的情况比较严重 常规方法已经很难把它弄干净了 后用无奈只能带着它一起洗澡 第一次做这种事可真是害羞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用到的所有配件 过花费1023块9 大家可以自行暂停观看 整体装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后面这个N节风扇坏了 我就给它拆了 机箱里面的线材走的是麻花便风格 看起来也是非常精致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机实测一下 这台机子到底能够玩些什么吧 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先请赌大师抽根烟 在今天版娱乐大师中 本台主机共得分50万 新版娱乐大师的跑分成绩则为92万7 第一个测试的游戏 还是英雄联盟之狗熊摸理器 画面设置为2K分辨率全最高 对线基本不低于150帧 大后期团战也能维持在100帧以上 接下来是5位契约 2K分辨率全高画质 基本可以全程200帧以上 CSGO1080P高画质下跑创意工坊 帧数测试成绩为297 实际游戏中偶尔会跌到150帧 Apex 2K分辨率画面设置如下 实际游戏中可以全程100帧以上 Apex 2K分辨率全高画质 Apex 2K分辨率全高画质 实际游戏中能跑到100帧左右 宇宙に煌めくエメラルト 地球の詐欺の楽という 2K分辨率中化之下跑步能有个90帧左右 发生战斗时会跌到六七十帧 放入WF2 2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跑游戏自带的精准測試平均增成绩为63 放入WF2 2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放入WF2 3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老头环2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老头环2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大部分場景都能跑满60帧 放入WF3 3K分辨率平均挡化之下 挖智侠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成绩竟然能跑到89 最后一个项目是赛博同载207机 2K分辨率预设中画质 FSR开到自动挡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平均增成绩为66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妨赏个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